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学员做英语学习频道 订阅数突破20万了 要知道她在7个月前才刚开始做这个账号 转眼间粉丝数已经超过七七 鼓掌勾喜 而这个赛道呢 也是七七在之前的内部课程中分享过的案例 其实英语学习在YouTube上一直是一个大热的赛道 像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即使是做了快10年 流量依然很好 而且 英语学习有非常多的变现渠道 除了常规的流量广告收益 还能够售卖周边产品 英语课程等 那课程通常能够做到很高的课单价 是一个大流量且高价值的赛道 那七七最近也发现了一种英语学习的新形式 那就是AI动画加英语教学 这个账号 10个月前才开始发布视频 仅仅50多个视频就做到了60万订阅 流量非常好 那这类视频从文案配音到画面所有环节 通通可以由AI生成 对新手小白非常友好 即使你不会英语 也可以制作这样的英语学习频道 那么 接下来我就手把手教大家 如何用AI来制作像这样的英语学习频道 不露脸 不拍摄 就能获得百万流量 好了 我们直接开始 爆款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标的爆款视频 可以发现开头的文案非常直接 就是给大家讲述本次视频的主题 让感兴趣的观众接着看下去 它的视频结构也非常清晰 开场白 英语故事 单词语法教学 跟读版英语故事 英语故事第二遍 结尾 那这个结构其实展示的就是课程设计的思维 循序渐进 巩固提升大家的英语水平 英语故事一开始先用感染力的念白 加生动有趣的卡通画面 让你沉浸式体验故事 要讲解的词语或短语会用不同的颜色突出展示 英语语法教学通常是 黑板背景加卡通插画 很有学习氛围感 像在线下上课一样 跟读版英语故事 一个句子读两遍 My day starts early My day starts early 可以学习第一句发音后 第二句进行跟读训练口语能力 英语故事第二遍 理解词汇用法基础上再复习一遍故事 这个时候可以跟原音频同步跟读巩固提升 再来看到他的视频 可以发现都是生活职场家庭等非常接地气 且实用容易引发不明的话题 会更利于沉浸式学习 封面是迪士尼皮克斯风格 色彩和层次都非常丰富 主视觉人物动作表情都很生动 符合视频主题 让人一看就想要点击视频到底在讲什么 像这样学英语 有趣又有效 价值感满满 我们也可以看到观众纷纷在评论区 感谢博主 好评不断 OK 那么我们了解这个视频的结构之后 我们可以进入实操 实操分为四个步骤 英语预料制作 生成分镜图 文案配音 视频剪辑 第一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 英语预料创作 通俗点讲就是我们上课的教案 文案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课程质量 所以接下来要看仔细咯 一定要好好跟着七夕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提取一下对标视频文案 这里要把故事主体和单词教学的部分一起提取 可以直接用到YouTube的内容转录功能 关闭时间戳就可以复制文案 还可以借助第三方勾制 比如说像这个DoneSub 把视频链接复制粘贴上去 就可以直接下载字幕 接着把文案丢给GPT 让他学习对标文案的风格 提取主题和特点 然后赋予场景 假设我们在做英语教学 让GPT模仿对标文案的风格和特点 创作一个新的英语故事 包含单词教学 可以看到 GPT根据指令 生成了一个新的故事和单词语法教学 我们可以把文案粘贴到翻译里看看效果 我觉得生成的还不错 还是日常生活的主题 但是内容就不一样了 整体已经是可以使用的程度了 到这里 我们的语料基本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还需要GPT依据生成的故事文案 来生成对应的分镜场景图 数量大概是在20张左右 大家可以灵活调整 生成分镜图 打开Canva 点击魔力工作室 就可以进入到Canva的生图 在开始之前 我们可以让GPT生成我们主要角色的Prompt 注意 我们可以在GPT生成的Prompt前添加Ceed Number 这个数字可以由我们任意设置 之后会用在后期的生图里 用来维持人物的一致性 因为Canva里文字生图的字数有限制 所以我对之前的Prompt做了一些修改 修改后复制到生成框 点击生成 就可以得到图片了 我觉得这两张的效果都非常不错 然后呢 在原本Prompt的基础上 加入场景1的描述 再进行一些微调 就可以生成分镜图了 来看看 我觉得生成的画面都还不错 接下来呢 就是依次复制每个场景的描述词 一张张的生成场景图 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这个方法 生成的人物一致性都很高 文案配音 有了文案和画面 我们还需要进行配音 这里用到11labs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把故事文案复制到选框 选择一个合适的女生旁白 点击生成 然后下载 用同样的方法 把单词教学的文案也生成配音 可以使用同样的声线 这样子我们的配音素材就搞定了 最后就是视频剪辑 我们需要分布进行剪辑 打开检印 导入part1英语故事部分的图片和配音 将图片按顺序排列好 这里呢我觉得配音的语速有一点快 于是稍微调慢了速度 然后呢根据配音的文案 调整每一帧的长段 点击字幕 识别字幕 一键自动给视频上字幕 对字幕进行一定的美化 添加气泡 调整字体和大小 再给字体加上阴影效果 对照单词教学的文案 把重点单词突出展示 打上关键针 做出图片逐渐放大的动效 让这个动画更有质感 OK 我们的part1就剪辑好了 来看看开头20秒的效果 是不是很不错 接下来呢就是part2单词教学部分 先添加画面 黑板素材可以在剪映贴纸里搜索 选择合适的直接添加 也可以在Pixels 500全素材网站上下载 我们导入对应的配音调整画面长度 对照文案依据配音的讲解时长 设置好黑板呈现的文案内容 并配上对应的贴纸素材 最后的效果呢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的讲解按同样的方法设置就好 part3跟读版英文故事 这里的操作会稍微繁琐一些 我们需要把音轨一句句切开 然后在每一句都复制一遍 放在原音轨后 注意两段音轨要留音的空隙 音轨设置好后 再把原画面时常拉长做匹配 最后添加字幕 后面的每一段都这么处理就行了 这三个最重要的部分剪辑好后 视频基本上就完成的差不多了 只需要按照前面拆解的视频结构进行组装 优化细节效果 还有开头和结尾都是固定的模板 设定好后直接套用即可 你看 只要把视频结构和方法理清楚 是不是做起来还挺简单的 看到这里 恭喜你又学会了一个新技能 说实话 做自媒体不简单 但真的没有你想象那么难 关键是找到有需求的市场 加正确的策略 最后就是坚持下去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小白 每一步都需要花好多时间 一旦找错方向 就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琪琪也知道 她若自己没试过的领域需要勇气 也很容易拖延 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想动 是动起来真的很难 所以我不会只喊口号 也切实给大家提供了解决方案 就在9月12日 周四晚上8点 我将开展一场全程免费不藏私的直播公开课 分享给大家月入十万的自媒体SOP方法 我会告诉你年入百万的秘密法则 如何系统地找对标制作爆款选题 以及如何用AI快速提升内容创作效率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请立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并且私讯912就可以免费预约 千万不要错过哦 另外如果你对网络赚钱 自媒体干货 AI工具感兴趣 也记得follow我的IG贴塔账号 会有更多的干货分享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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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